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愣言一千日 第八百日 经文段落 若此侵扰意义原性 信入原成 意成原形 如波兰面 化为沉水 明行阴静 世人则能超众生浊 观其所游 幽影妄想 以为其本 主题 行阴区域 幽影妄想 消文 意义原性 闪烁生命之根源体性 即第七世 行入原成 原成 即静无波 约成 即第八世 意成原习 原习 第七世 行阴生灭流动的习气 众生浊 如前经文 知见 每欲流于世间 夜运 每长千余 国土 相知 望尘 明众生浊 以上 消文 恭请 建徽法师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诸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 论言一千日 第八百日 我们要进入行阴的魔像 这个行阴呢 是五十阴魔里面的 其中第四类 就是色受想 行事的行 行的意思 行就是牵流 行动 会流动的 那这五十阴魔呢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我 就是每一个人的我 就从色受想行事 这五种假合 这五种法 集合起来就形成一个我的概念 我有身体 我有看到 有听到 有感受到 然后 我有想法 那或者是呢 我现在有一种习惯 我有一种行为 那最后呢 这个 我有一种 人生的特质 我是人 还是 这个鬼 还是天 那色受想行事呢 是所有众生都 具备的 五音之法 那这五音呢 如果不知道 其实这是一个假的 就会被他蒙蔽 所以五音的音呢 就是阴影嘛 甚至于呢 我们就是会被 这个音 变成一种障碍 所以叫做磨 磨是障碍的意思 那为什么会有磨呢 其实我们平常没修行 你不知道有磨 你是要突破它 它才会出现 所以会遇到磨 表示你已经要大功告成了 就像如果打游戏 都是到最后 要通关之前 就会有什么 大魔王 对不对 那你没有遇到大魔王 表示什么 你就还是小咔咔 所以魔王看不上你 那当我们要突破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些镜 那遇到这个镜呢 你不要害怕 你只要知道 哦原来这个就是 某一种魔 你就不会被他骗 所以佛陀一直叫我们 要看清楚 明白了就没事 物则无救 就像小偷 如果跑进来要偷东西 你就要让他知道 我发现你了 他就偷不到 那他如果能偷东西 就是神不知鬼不觉 等到被偷走了 你才说 有小偷 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要先 比他还要先知道 比魔还要先一步 就像我们出 剪刀石头布 你如果知道 对方要出哪一招 你就可以用哪一招 来抵制他 所以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是这样子 因此我们要先了解 这些魔 他大概都是会什么样子 那现在呢 第四类的这个行音 他正是比较奸诈 因为他是幽影妄想 那这个真正的魔王 他是躲在幕后 他不会跑出来给你看 那我们的心呢 讲得出来的 想得出来的 都是粗的 但是行呢 他是在 应念要动之前 一个维系的意 所以如果我们要讲心意识的话 这第六识是识 那第七识 这个就是行 行音就是意 意就是你的念头一动 你不知不觉当中的养成的习惯 那这个就是行 那什么时候呢 会突破这个五十音魔的行音呢 就是在第三类 响音静者 这个善男子修三魔地 响音静者 那你就开始呢 进入了行音的这些境界 那这个行音的境界会怎么样呢 你的心啊 前面响音就是 如鸟出笼 很自由 心想事成 那现在呢 不但是如鸟出笼 而且你也不再 不再做白日梦 就是世人平常 梦想消灭 你不会打妄想的啦 物昧横一 就是白天跟晚上一样清醒 绝明虚静 你的心是很清楚的 没有昏尘 都一直都是清清楚楚的 这时候你的心像晴空一样 如见 如静见明 你的一切的生 生实啊 还有你的世界的一切的镜像 你都很清楚 我们大部分都不清楚 对不对 你明天会在哪里 不知道 你昨天在哪里 忘记 所以呢 就是都不清楚 有没有 但是呢 当我们修法呢 修到很清楚的时候 你曾经说过哪句话 做的哪件事 你是清清楚楚 你不会有那个失忆症 但我们有失忆症的 就是妄想很多 所以我们会落入一种 妄想当中 那现在呢 已经没有那个妄想的嘛 没有前面那个第六式的妄想 所以他的这个心呢 已经变得如镜子一般 很清楚 怎样清楚呢 无有挂碍 无有恐怖 所以来无所年 过无踪迹 即做即了 你不会到今天呢 我还在做气昨天的 有没有 你昨天骂我 我到现在我还记得 是不是 我们的记忆力 是不是都用到这里 是不是 30年前的不好的事情 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可是呢 任言经在说什么 没一句记住 这就是问题 那因为你都把你的 你的心的空间 拿去装垃圾 所以导致呢 你要修法的时候 你就说 这个太难的 我做不到 是不是 那但是你如果真的相信 你自己的心 本来就像镜子一样 你为什么不要让它 恢复光明呢 那恢复光明的 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这个镜子 有污染 对不对 你就把它擦干净嘛 所以你现在擦干净的 来无所年 你再来新的 你也不要让它再沾黏 你不要让它再保镜蒙尘了 那曾经过无中间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的心像镜子 今天呢 一个丑八怪 照了也不会破了 他就是照到了嘛 对不对 然后下一个呢 再照一个白雪公主来 他也是可以照出他的清楚 不会把前一个丑八怪 变成这一个白雪公主一拍 怎么变丑八怪 不会啦 但是我们的心会这样 这个照了之后 就有痕迹就黏在上面 黏在上面呢 就像以前的底片 有没有 照完了 哇 他那个就 就必须要怎样 必须要换新的底片 你才能够再照 那现在呢 我们的心像镜子一样 就不是底片的哦 来无所年 过无中间 全部都是没有留下痕迹啦 那你如果留下痕迹呢 你就是表示你还在前程嘛 还在那个成见当中 还在那个黏着当中 啊现在已经超越了 知道那个都是妄想 不要挂爱 你的心哦 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上面 放在什么 啊 这个人对我怎么样呢 那个人对我怎样呢 你如果要一直是这样 你永远都是在累积 很多的烦恼 因为好的 你都记不起来 你就一直记仇嘛 好 那我们这一辈子 就是有很多仇都可以记哦 好 所以这时候呢 哎 我们就要改变 好 不要让自己的心 有所挂爱 所以虚受照应 了往承袭 唯意竞争 你把过去的惯袭 承袭就是 过去的坏习惯 把它去掉 了了就了了 急做急了 那剩下什么 你的不坏的心都在 叫做唯一经争 生灭根源 从此披露 从此之后会怎样 你就看清楚 你生从何处来 这才是要紧的嘛 死往何处去 这是要紧的嘛 你如果了解 你从哪里来 你就会知道 你会往哪里去 所以见诸十方十二众生 必但其类 就知道哦 一切众生呢 从哪里来呢 那你也知道 为什么这个乌鸦是黑的 然后那个鸽子是白的 为什么 你也会知道哦 然后呢 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你也会知道哦 不是读书读来的 不是你读地球科学 然后把那个过程背起来 是你真的完全可以看清楚 过去发生什么事 现在发生什么事 未来发生什么事 就是因为你的心已经很清楚 好 你的心清楚到这种程度 十方三师一切佛 你都能够清楚 好 那但是要清楚的过程 是不是还在不清楚 是不是 你真的要完达到完全清楚呢 你还有一个过程嘛 好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是啊 什么 虽未同其各命有序 见同生机 犹如野马 意义侵扰 为福根成就近书血 这个叫做行音区域 所以第一个呢 我准备往清楚的方向走 就像我们现在 还没有成佛 但是即将要成佛 未来就是往成佛的方向去 可是还没有成佛之前 是不是还是在众生到佛的过程 好 所以心还没有清净之前 是从染污到清净的过程 所以这个阶段叫做区域 所以虽未通其各命有序 虽然你好像要知道了 可是又还没有完全知道 就像看到那个终点 可是你还没到 你只是看到终点的 见同生机 看到了 但是呢 你的心还没有完全的通达 完全的清楚 所以就像是野马 意义侵扰 为福根成就近书血 所以这里呢 就是什么 就是根啊 这里就意根 好 那这是行音区域 我们昨天讲到这里 好 那继续呢 若此侵扰意义原性 信入原尘 因尘原习 如波兰灭 化为橙水 明行音尽 这一段呢 就是什么 完全清净 还没清净 叫做行音区域 完全清净 叫做行音尽 所以这里所讲的 有两个批语 一个就是瀑瀑瀑流 瀑布 比较粗的意识流 比较粗的意念的流 已经变成 已经变成明确的 想法 那个叫意识 还有一点点的念 但是并不明确 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啊 我好像正在想 但是还没想清楚 对不对 好像有一点点一些 特殊的意念在流动 有一个趋势 有一个业感 但是呢 你还没有办法知道 那个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阶段呢 就是 看起来好像瀑布是一条 河 一个白白的 一条带子 远远看是一条 仔细看没有 有没有 所以瀑布啊 在形容这个意念啊 你的这个地七式的意 你是好像具体 但是其实又没有这个东西 只是无数的水滴 所以这个阶段呢 就是 粗的就像瀑流 细的就是像 阴阴侵扰 什么意思 就像野马 野马呢 在那个草原上跑的时候啊 非洲大草原啊 有时候呢 野马会奔腾嘛 那你在奔腾的过程呢 有时候呢 你会看到 这个野马跑过去的哦 它的空气啊 是不是有时候 我们看那个非洲大草原的那个 那个露营啊 哎 这感觉那个空气当中 好像有水泼 有没有 啊 事实上空气哪有水泼 哦 那就海市盛楼 有没有 所以远远的看起来好像 有水 其实没有水啦 哦 所以野马奔腾啊 哦 他就是在追什么 追那个 呃 看不到的 其实他好像看到 其实又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的意念 就会是这样 第七世就是这样 好像有意念 但是又没有意念 啊 这就是很维系的妄想 啊 但是如果继续轻 继续轻 继续轻啊 哎 烦恼纷纷破 啊 无明纷纷破 啊 就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楚 到最后呢 信入原成 因成原习 就回到了本然的清静 啊 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 二绝定义就在讲 啊 这是以阴铜果 成灼 入涅槃嘛 好 所以灼水要被澄清 他要有一个还原的过程 啊 还原到呢 哎 这个水呢 完全干净 叫做成啊 啊 所以化为成水 其实呢 本来水 就没有 不干净 只是因为有泼浪 大家了解吗 啊 所以你泼浪 你就不知道水是干净的 还是不干净的啊 啊 那事实上泼浪 就是水嘛 啊 所以我们的心 有起念头 就像泼浪一样 但是他并不是表示 他就是一个烦恼心 不是 只是他有一个啊 一个泼浪啊 然后泼浪呢 让我们看不清楚 你的心到底是清静的 还是不清静的 所以这个阶段呢 啊 就是要慢慢的去突破他啊 啊 那等到完全突破 化为成水 那就叫做行音进 啊 所以这里就在讲 一个是行音区域 一个叫做行音进啊 好 世人则能超众生着 啊 我们前面讲啊 啊 这个啊 前面的这个啊 响音啊 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呢 响音进 就超越什么 命 啊 超越 命着 啊 烦恼着 超越烦恼着 那现在呢 行音进 就超越 众生着 就五着二世的着 好 那观其所由 因幽影妄想 以为其本 这个幽影妄想 就是行音的特质 行音就是 藏在你的意识的底层 不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 因为他可能 没有在想什么 可能他不知道 自己在想什么 啊 你问他 你有什么想法 嗯 没有 但是又好像 有一点点的 啊 想法 那个叫做行啊 啊 叫做妄想 什么妄想 幽影啊 就是隐藏版的啦 好 那前面呢 这个楞严精啊 解释的行音 什么叫行音妄想啊 话里不住 命运运秘 甲 掌 法 身 气 消 容咒 日夜相待 尘无觉悟 这个是什么 你看 你的头发 什么时候长长的 不知道 对不对 哎 怎么现在变那么长的 有没有 你的指甲 什么时候长长的 啊 等到你有感觉 他已经长了 对不对 啊 那 你看 你的 你的皱纹 什么长 时候长出来的 不知道 是不是 是你在60岁 然后啊 那个唱完生日快乐歌 然后吹蜡烛吹完 然后突然脸就突然长出50条皱纹这样吗 不是吗 所以按什么时候开始的 哦 你就 什么 一眉大一村嘛 所以一天 跟一天中间呢 你看不出差距 可是如果呢 你少小离家老大回 你就说 啊 你怎么变那么老了 有没有 所以你如果去参加国小同学会 你就很明显的知道 一个字叫做老嘛 好 但是你如果 昨天见面 今天再见面 你就不知道自己变了嘛 啊 因为我们每天都跟自己在一起 所以你的变化是不是都不知道 好 那 这个叫做秘移嘛 孕孕秘移 好 日夜相待 曾无觉悟啊 好 哲辱诸行 念念不停 名为幽影 第四妄想 就是那个行啊 只念念念念不停的 所以你看起来现在没有在想 其实你随时都在有念头 啊 所以这个就打妄想打得很厉害啊 啊 直到呢 哎 打出真的具体的 那已经来不及了嘛 啊 你已经 哎 有想法了 就像有些人说 我今天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有没有 那忍你很久 啊 我看起来没什么事啊 但是因为他已经到极限就爆炸了嘛 爆炸之前 其实早就已经有隐藏版的啊 冲突或者是隐藏版的不开心啊 那这个就叫做幽影啊 啊 所以一旦夜 障现前的时候 其实他起来有志吧 他前面已经有夜了吧 所以行就是夜啊 啊 夜就是动嘛 那你每天都在动 每天都在动 只是动到哪里去啊 成佛也会不知不觉 成魔也会不知不觉 啊 懈怠也会不知不觉嘛 啊 成就也会不知不觉 啊 所以我们每天每天每天念念不停 你的念念是念到哪里去啊 那这个就是很维系了啊 所以他叫做幽影妄想啊 那我们特别呢 如果能够观察到这个幽影妄想 你的修行一定有大成就 所以可以超越众生着啊 所以这是今天的定义啊 那定义之后呢 我们明天开始就会开始来认识 这十种想行音区域啊 我们今天呢 就先知道行音的特质 然后行音的状态 行音区域是有哪一些原因引起的 那超越行音之后呢 就可以超越众生着 所以以上是今天的重点 师父阿弥陀佛 感恩师父的开始 来做了一些slide 我们来看今天的 这个我们从响音着到行音 行这个可能造成我们的习气 这习气就是每一次都这样子 这个好像在轮回一样 那好的习气 有时候也是充满正能量 像我们手术啊 手术次数越多啊 这个成功率就越高 打高呼求 要打一万次以上 也打也好 我们最近在被认言神 每天要加紧练习啊 次数越多 那个越来越来就能够那个 念得更清楚 好下一章 那整个佛法的传播 这个这样一个伟大的宗教 如果一直在讲 五印记足 就是哎呀感觉都很好 这个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 那从历史来看 要有两位伟大的大人物 一位是西汉之前的 这个18岁的获气病 他直接开战 他就去六次的征战 就把河西走廊的这个 匈奴都赶走了 建立了河西四郡 那没有把河西走廊 这样清楚看见 那时候 佛法也不知道从西义传过来 是不是有很多的困难 那在700年以后 大家知道就玄庄大师 这28岁 就开始西行秋 那回来以后 他缴了一份 那个像唐台中 缴了一个报告 就是大家知道的 大唐西义记 那2001年 有一位伟大的这个佛弟子 他就自己走了一趟 所有玄庄大师走过的路 那这本书叫做 就近之力 没有错 玄庄大师这一条路 真的是就近之力 让我们从五印巨竹 让它能够超越 然后来到了 五印是一个有空性 让我们有亲近性 好 下一张 那礼拜天 我从走延 要坐高铁 要回到台北 那我就买自由坐 那个4.55分这一班 大概一个小时 40分就到台北了 那我坐上去 本来要坐自由坐 结果一看 哇都是人 根本没有位置坐 我就一路站到台中 那到台中的时候 就看到有 就有位置坐了 我就赶快坐下去 可以从台中 坐到台北 但是就看到两位比丘尼 法师就上车了 哎呀 我就坐在那边想 我要让座吗 我不让座 也没有人知道啊 天晓得啊 我在那边想 没有想清楚 你知道吗 没有准备要让座 那高铁发动以后 没有办法 就站起来 我就请他们 请其中一个 比较自身的 法师坐上去了 那我还是站在那边 跟另外一个 比较年轻的 法师 那他的背包 我一看 哇 原来他们刚去参加 彰化的 在身会 然后回到台中 要回板桥了 那一路又站到板桥 到板桥以后啊 两位比丘尼就下车了 哎呀 我没有想到 他们下车以前啊 就给我一瓶大杯作水 来结业 哎呀 太高兴了 我就总算可以从板桥 坐到台北 喝了一口大杯作水 特别的甘甜 感恩 做这样的分享 谢谢 哎是哦 我们其实哈 这个是介于行音跟响音啊 因为这个行里面 有一个中间 有一个 一个 有一个惯性 那个惯性就是说 哎 我到底要不要让桌 这件事情啊 好 那你想得很清楚的 那个叫做 叫做想 啊 想不清楚的叫做行 就是啊 基本上呢 我们 我们就是 还可以的啊 如果你是要做让座 你其实也很有资格 不要被让座 就是或者是你要被让座 但是因为你有想 所以你觉得 他是一个比丘尼 甚至于呢 如果呢 你有这个过程 其实是因为 你不认识这两位比丘尼 你只认识他是比丘尼 如果刚好呢 师父跟啊 我跟心目法师做同一班啊 然后碰到的就是你 你就二话不说 一定站起来 一定让座 一定让座 哈哈 谢谢 谢谢 这个行这件事情很有趣啊 他会让我们会有一个碰到事情的时候的第一念 第一念跟第二念 他是介于那个第一念第二念 等到你具体的有念头的时候 已经是想的 就是心意识的那个意 就是他的意念出动之时 那个就是行 叫幽影妄想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好 师父阿弥陀佛 就是今天加着要提问 圣身禅定的修行人 所建立的五音的限制 所产生的障碍 这些都是因贪 因妄想 因五音的种子所造就 如此隐藏的深处的望念种子 从粗 浊到细微 这些意识流动的生命 是我们念头的生命 这让我联想 不说一坛子 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有九百生命的念头 那弥勒菩萨也回应了 佛陀所问的问题 一坛子三十二亿百千念 念念不停的刹那生命 还有我们每个人 每天看不出变化 但一个月一年 十年变化就明显了 请问师父 以上都是行音意识流动的变化 或是他们有所不同之处呢 请师父慈悲开始 好 谢谢 我们看到这个行 从细的到粗的 我们大部分的人 只会觉察到粗的 譬如说我们知道 五音 色 受 响 这个就比较明确 但是呢 隐藏在深处的妄念 那个种子 种子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在事 种子一动 那就是行 那意识 意的流动 还流动 还没有到事 就是事 还没有变成事之前 都属于意 好 那我们下一次呢 再来把这个心意识的部分呢 讲的 讲得再更清楚 但是这个地方呢 定义其实很清楚 就是幽隐嘛 幽隐就是你还看不到 而且隐藏 那这个就是 佛陀讲 一刹那有流 九百个身面 这九百个身面 就是行 一刹那就是念念不停 刹那刹那的身面 不知不觉 这个就是行 所以 这个 孔子讲 事者如私福 不舍昼夜 就是 这像水在流一样 它是没有一刻停的 可是我们却 不知道 那事实上的 每天每天 都是在行音当中 我们后面呢 佛陀就会告诉我们 行是比较维系的 想 想还没有形成 想之前就是行 那行 再继续行下去 就变成想了 所以它其实是心 越来越粗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现在呢 是 基本上都是过 观察到想 甚至于呢 想 也还没有那么的清楚 都是感觉 瘦 有没有 因为瘦就比较明确 刺激就有了 但是想 还不见得 有时候你也不清楚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只是觉得很难过 是不是 那很难过 你感觉觉得到 可是你为什么很难过 不知道 那甚至于 为什么会促成 你会这样想 你也不知道 所以它其实一层一层的 会越来越维系 那这些问题呢 都是什么 其实都是 心念的层次 那只要透过禅 定 禅跟定 就可以慢慢的去观察到这些 刹那的变化 好 谢谢 谢谢